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一张的重点 平面镜的成像 第一点 什么叫平面镜 表面光滑 光线的反射 是属于单向反射 这个平面镜 就是在一块透明的玻璃上面 在另外一侧 把它涂上金属膜 就变平面镜 第二点 它的成像性质 然后我们来自己画一次 这是平面镜 这边有个物 我们在画平面镜的时候 镜面在右侧 所以在左侧 会画这个虚线表示 这边是不透光的 右侧是它的镜面 光线打到物体 再反射 所以这条会变陆色光 再来一个反射光 这边也是一样 有陆色光 再来有反射光 这个还要把法线给画出来 这边有法线 这边有法线 但是这陆色光往两侧 这样一直延伸的时候 没有办法汇聚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是把反射线向后延伸 在这里 把反射光 反射线向后延伸 所以这边有个焦点 这个焦点 这个是 这个画虚线就代表假想线 画实线就实际的光线 所以这两条的虚线 会产生一个焦点 这个叫做虚向 所以你要画一点点的 这是一个虚向 假想线产生的向叫虚向 刚刚我们讲针孔成像 它是实际的光线 汇聚所成的向 那个叫做实向 这里到这里 物到平面镜的距离 这个我们叫做物距 向到平面镜的距离 这个我们叫向距 平面镜的成像是 物距会等于向距 距离是一样的 上面我们念一次 物体在平面镜中的像 不是实际的光线 汇聚而成 所以不可以投射在白纸上 就不可以投射在布幕上 只可以用我们眼睛看到 它是把反射线 向后延伸所形成的假想线 这个你要画起来 反射线向后延伸所产生的像 所以它是一种虚向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拜托 一定要画一点一点的 这个代表假想线 实际的光线我们就画实线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重点整理 第一点 物距等于向距 刚刚画过了 第二点 物的大小就是像的大小 第三点 这个像是一个虚像 左右相反 那上下是不颠倒的 第二个重点 我们介绍实像跟虚像 实像是实际光线汇聚 对 虚像没有 假想线 眼睛都可以看到 可不可以投射在布幕上 实像可以 虚像是没有办法 重点三 当物体靠近平面镜的时候 就像你在浴室造镜子的时候 你的脸如果靠近镜子的时候 镜子里面的你也会靠近镜子 像也会靠近平面镜 反过来 如果你远离平面镜的时候 那像也会远离 这国小就学过了 且像的大小 都是相同 大小并不会变 再来这个小手 这边是课外补充 实像跟虚像 是针对光学仪器 这一章的第四节 我们会介绍光学仪器 而不是对人类的眼睛 跟我们看不到没有关系 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 关键在有光线 打到我们的眼睛 在我们眼睛所成的像 是在视网抹成像 这个像一定是实像 我们在第四节再来仔细介绍 老师要介绍正常镜子 跟所谓的阴阳镜 它们的差别 我们这个正常的镜子 我们现在假如镜面在左边 另外一侧会涂上那个金属膜 一般是用水银 或者用银也可以 而涂在这里 这边会涂上一层金属膜 左边是反光面 就是反射面 好像你的手 如果去碰它的时候 用手指头去碰它的时候 手指头 你手指头碰的时候 这个镜子它有厚度 所以你的成像会在这里 跟你碰的地方会有一点相差 可能在这里 刚好不会顶到 而且这边可能会有点虚向 在这里产生 好 这是正常镜子 你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是所谓的阴阳镜 就会这样子 你用手去碰触的时候 你碰它的时候 阴阳镜是镜面 反射面的另外一侧 根本就不是镀上金属膜 所以你的手 镜子里面 像跟雾会整个重叠 就会变这样子 没有一个距离 不像正常镜子 没有距离 这种叫阴阳镜 所以你在前面换衣服的时候 这边可能就有点在偷看 好 叫阴阳镜 所以通常这边是亮 左侧是把灯打开 右侧是很暗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叫阴阳镜 谢谢大家 阴阳镜 谢谢大家